慢了就不行了 那个东北这个人民解放军 那个时候就由毛泽东就派林彪 就跑到东北 在这这方面呢 大陆人民非常熟悉一个小说叫《临海血缘》 《临海血缘》这个小说年纪大一点 在60年代一定看过 《临海血缘》就是讲1946年初 这个什么东北野战军 跟这个东北人民解放军 在这个交替的时候 这个解放军的小分队 在这个黑龙江这些森林里头 去剿平那个国民党的参与 第一回不就是大战奶头山 这里头有个土匪头子叫许大马棒 许大马棒有一个拼头叫蝴蝶迷 内脏呢就首先呢把它打得落花流水 这里头呢就怎么去拿下了这个奶头山呢 因为这个解放军呢 人民群众工作做得很出色 在里头统战了一个深山呢 砍柴的一个老农叫蘑菇老人 这个蘑菇老人呢就跟解放军讲 整个奶头山显要的形式 把这个地理的情报把掌握好 然后出奇之身 这个呢奶头山之战 这个很小了 当然这个是有一点的虚构了 这个左者曲伯 我认识他儿子曲雷雷 有画家流氓英国 新兴画会主力 新兴画派 新兴画会现在还在这个英国 这个曲雷雷呢是大画家 他老八就是曲伯写这个林海雪原 那个时候1946年 林海雪原里头没有提到林彪 但是他里头那个主人公叫邵建波 是吧 非常的长得很帅 跟那个什么这个护士园跟白如 就有一段呢 你你我我的那种男女私情 在那个文革前呢 那种岁月啊 那个年轻人看的那种性亚裔啊 或者对爱情的向往啊 在这个林海雪原里头啊 就打开一条缝啊 觉得看着那一段新潮澎湃 当然以后就是有那个自取威虎山啊 什么杨子荣啊 这个扫荡这个座山雕啊 然后呢 还有一直啊进兵到这个大破四方台 这个呢就是讲1946年年初 这个东北解放军啊 啊去扫荡 跟林彪啊配合啊 啊那个后来呢 才打了这个这个四平街啊 所以呢这个四平街啊 总共啊就打了就四个阶段啊 啊四个阶段啊 啊这个呃 苏联呢对这个日本宣战啊 这个时候呢 死不我语啊 呃 那个时候一度啊 这个四平街的初街的时候啊 呃 那个林彪打不过呢 一直节节败退 那个时候 这个呃 蒋介石把白崇熙给叫来 白崇熙主张 坚决啊 啊 指导黄龙 把这个林彪啊 一直打回哈尔滨 再过去让他打出这个中苏边界 往这个啊 呃 那个黑龙江以北躲 但是那个时候马歇尔说不要打 因为呢 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啊 是谈过的啊 啊 这打这个东北啊 打这个这个东北啊 不能够啊 跟这个共产党翻脸啊 但是呢 这个白崇熙啊 就一直叫蒋介石不要管啊 打过去 所以有人归咎于有人归咎于 这是马歇尔啊 不让这个啊 这个马歇尔不让这个白崇熙跟蒋介石啊 一鼓捉气啊 但是呢 以当时的形势来看 国民党政府向东北调兵 那条战线拉的比较长 而且兵源比不上在那个华北啊 陕北的这个共产党 如果你把这个呃 东北的战线往北 扩充 扩充以后啊 可能呢 你就打不过 这个后来从蚂蚁一样 人海一样 从这个散干凌进察器啊 往这个东北杀过来的这个共军啊 啊 所以呢 其实马歇叫他不要打啊 叫他停止 也不一定是错的 有人这样说啊 这个国民党呢 那个时候呢 他也有有点的大意 因为呢 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啊 这个蒋介石就跟那个斯大林签署了 这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呢 就是就是这个 斯大林跟蒋介石就交了底了 通过这个外交部长啊 说呢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啊 我呢 就作为一个盟国 我进东北啊 把你稳住这个局势啊 没想到 国民党陆续派接收大员 进入东北各大城市 想在建立各级政权的时候啊 终于啊 就跟这个东北人民解放军冲突 那个时候 发现上了斯大林的当 红军呢 把日本的东西拆下来 都交给解放军 所以那个时候呢 是非得要摊牌不可 那个时候这个辽审会战呢 就提前呢 啊在这个这个时间表上就非要这个决意 赤雄了啊 所以呢 很惨了 这个四平街啊 双方几十万人 啊将近一百万人会市 啊死伤惨重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习近平要跑到这个四平街啊 这个四平街啊 这个博物馆 而他可以去长春会战那个博物馆 对不对 可以去这个辽审战役这个战场去平调 因为这个辽审战役 长春围城做一个部分 辽审战役是得到胜利的 而不是四平街 四平街那个是国民党决于死战啊 而且各有死伤死的也惨烈 所以呢他跑到四平街这个博物馆到底要传递什么信息 是不是把这个南海当作一个四平街啊 战役来打啊 跟美国人在南海先决于胜负 然后才把目光看 移到这个解放台湾啊 是不是这个南海诸岛就是21世纪的四平街 而台湾就是长春围城 到最后就决战于美国本土呢 或者中国本土呢 这雄才伟劣啊 像王毅外长说的 伟大的时代总会出现伟大的思想 因为有伟大的人物啊 这个三个伟大伟大时代 伟大人物伟大思想 那么这三个伟大现在怎么连贯啊 你去看这个四平街这个博物馆到底是什么名堂 是什么动机 现在恕我这个恕我智商不高 我还传播不出来 但四平街当时这个背景啊 是这样的 对